那我们来讲一讲刘自欣的纤维 主角是一个名叫戴维斯科特的美军战斗机飞行员 他现在正在驾驶着F-18大黄蜂战斗机 飞行在大西洋上空 进行一次普通的巡逻飞行 这个F-18战机也就是服役于1983年至2006年的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战斗机 讲的是我们现代的故事 但是他飞着飞着就感觉到突然一瞬间闯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啊 还是在高空之中 可是下方的蓝色海洋消失了 只能在视野的远方看到一个黄色的星球 他有点不太确定自己距离那个黄色星球有多远 感觉就好像是从国际空间站到地球的那个距离一样 而且F-18战机仿佛是悬停在了遥远的苍穹之上 一动不动啊 似乎被某种立场所固定住了 远处的那颗黄色星球呢 还拥有一个很像土星环一样的巨大的圆环 那个行星环像纸一样薄啊 还在行星表面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呢 其实行星环是一种有趣的东西 它形成所存在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基本都会随着行星的引力而慢慢消失的 如果我们刚好能看到一个天体有行星环 那可能刚好我们所处的时间跟它行星环形成的时间很巧合而已 所以有种说法就是说啊 这个土星的行星环呢 形成于恐龙时代 从我们现在 就是如果再往后过上一些年 也许几百万年是吧 不会太长 它就会完全消失了 这种东西还真是太空留给我们的短暂又美丽的东西啊 这毕竟哪怕几千万年是吧 这种尺度在宇宙尺度来说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吗 那戴维非常确定自己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星球 而且地球也不是这个颜色呀 也没有行星环呀 同时耳机就传来一句话 好像是一种通知啊 定个人说 喂 你走错纤维了 嗯 我走错纤维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反复的想 这跟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 但是呢 戴维首先确定肯定不会是自己的精神产生了错乱 毕竟当年部队筛选飞行员的时候 自己各项条件都是很优异的 包括头脑的冷静程度 如果不是心理素质过硬也开不上F18战机呀 耳机中又传来了一声 请到意外闯入者登记处 但你得先下飞机 啊 叫下飞机这是 耳机里继续说 对 你得跳下来 这里重力不大 好吧 戴维只好听从指令 直接轻松的打开了舱盖 对啊 如果这个时候正在飞行之中 那么高速飞行中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的打开舱盖呢 和地面停靠的飞机一样轻松啊 然后他本来是想站起身 但是腿上一用力竟然猛的高高的跳起来了 这里重力实在太低 他轻飘飘的飞离了座舱 直接飘落到了这个飞机下方的一处 半透明的光滑玻璃地面上去了 下面已经有好多人 有的在闲逛 有的似乎是工作人员 所穿的服装和长相 倒跟普通的地球人没什么区别 不论在纽约还是在伦敦 这种普通人是到处可见的 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登记处 除了柜台的登记员以外 排队的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一共三个人排队 看来他们仨也是走错纤维的人 他一走近就 那个又黑又瘦的 和地球人别无二致的登记员 就马上问了 问他姓名 他一看这个人 这就是地球上最普通的公务员形象 愣了一下 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登记员就又说 如果您听不懂这里的语言 就用翻译器 说话他就指了指 桌子上的一大堆的东西 这里摆了一堆形状各异的电子产品 看来是能够适配各种不同的听觉器官的 和各种不同的种族的 登记员还说 我感觉你用不上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的纤维是相邻的 哦 他这意思是 如果纤维不相邻的种族或者语言差异就会很大吗 戴维说了一句 我叫戴维斯科特 这是哪啊 他说 这是纤维中转站 您不必沮丧 走错纤维是常有的事情 您的职业是什么 那戴维就指了指 视线远方那颗黄色带行星环的星球 就问 那是什么地方 登记员抬头看他一眼 他面带眷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似乎已经疲于应对这类问题了 随口说了一句 那是地球 戴维说 啊 那怎么会是地球 但是马上想到某种可能 除非说我穿越了超长距离的时空吗 就问 现在是什么时间 登记员说 如果您问的是今天的时间的话 那么现在是2001年1月20日 您的职业是什么 对这登记员所说的时间就是戴维当前正处的正确时间 戴维就说 您确定时间没有错吗 他说没有错 而且今天是美国总统就职的日子 是的 2001年1月20日 比尔克林顿任届其满 由乔治沃克布什接任了美国总统 听到这儿戴维多少感觉到有点安慰 琢磨 这些人可能是某种我不知道的跟地球相关联的星系组织吗 旁边排队的有一个身穿棕色大衣的人就说 阿尔伯特格尔那个家伙怎么能当选了美国总统呢 哈 阿尔伯特格尔 这说的是什么呀 这阿尔伯特格尔啊 是当年跟这个乔治布什竞争总统竞选的一个强力对手 布什属于共和党啊 所属教派是魏里宗 格尔是民主党 所属教派也不同 他是进信会 信仰都不一样 他俩的父辈呢 都是政治家 家族都有这个从政传统 当时他俩竞选还是很激烈的 充满悬念啊 但是戴维很吃惊 说您说的不对 电视宣布结果了 这届当选的总统是布什啊 可那个穿棕色大衣的人还是坚持说你才说错了呢 是格尔 身后的一个这个身穿古典外套的人插了一句嘴 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俩在聊什么 你们所说的人名我听都没听说过 然后邓纪元就解释说 他俩所处的纤维很近 所以相似度会大一些 也就是说 戴维和棕色大衣这哥们的历史和现实 都会比较接近而和其他人的差距就会很大了 是这个意思吗 登记员就继续问您的职业 戴维说先别扯什么职业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是哪 这绝对不是地球 这地球根本不是黄色 棕色大衣的人也说 对啊 您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 地球绝对不是黄色 地球应该什么事 就算白痴也知道 从太空中看地球应该是紫色的 他一说完 戴维顿时无语了 简直驴唇不对妈嘴 怎么就说紫色的了 说起来在可见光中 红光的波长最长 能量最低 而紫光的波长最短 能量最高 那如果这星球看上去是紫色的 就很可能所对应的温度 就也会很高 那我们上去可能会死的 那当然也不绝对啊 也说不定有些例外现象 刚好是紫光 又刚好能正常生活 想必这哥们 他们的地球 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吧 戴维就问 我是驾驶战斗机 意外闯入了这个空间 你们叫做走错纤维对吗 你们也都走错了纤维吗 那其他人都说是 而且他们也都说是从地球来的 而且有的是散步过来的 戴维就说 那你们应该明白 地球不是黄色的 更不应该是紫色 旁边那个穿古典外套的人 就说话了 他说我非常同意 这位先生的说法 谁都知道地球的色彩 是由大气的散射特性 和海洋的反射特性 所导致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地球的颜色 所以地球的颜色应该是 对他一边说着 戴维一边点头 一直说对对对 所以地球的颜色应该是 他说应该是深灰色 戴维说您等会吧 我看抄家伙 把你们都打死 这怎么大喘气 你逗我呢 好 您那边是深灰色的 那你应该提前说 我这对对对 点头点半天呢 旁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姑娘 突然开口说话了 这个姑娘身材鸟挪 面容娇好 很漂亮 她说了一句 你们说的都不对 戴维说 所以呢 您想说什么 这次您说什么 我都不会惊讶了 姑娘说地球是粉色的 天空和海洋都是粉色的 戴维说好吧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旁边的登记员又问了一句 您的职业是 戴维说这时候 我还哪顾得上回答你的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的地球是黄色的 而且还带个行星环 其他几个排队的也同意 都说是 地球不应该有行星环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 地球只不过有三个卫星而已 戴维说不是 你们是三个月亮 地球应该只有一个月亮 女孩说 那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肯定很乏味 你们怎么能体会到 两个人牵手走在海边 被三个月亮 投下六个影子 在沙滩上的那种浪漫呢 这么一说的话 似乎还真是个很特别的场景 那这么说 就算是一个人走夜路 也会有三个影子吗 这个人要是夜里跳一段舞 那不是跟一个舞蹈队似的吗 这要是再来一个舞蹈队 那得多乱呢 这成白鬼夜行了吗 那一看乌洋洋 一大堆人仔细数仨人就 果然 穿古典外套的人就说 我觉得三个卫星 那不是浪漫 那是恐怖 地球并没有卫星 女孩说 那你们的星球谈恋爱 可以说是无聊至极了 她说不 恰恰相反 我们那里一对情侣 迎着夜色 能在海滩上看到 木星的升起 这不比你们那种感觉 更壮丽吗 你说这个是乏味吗 戴维听她一说完就说 木星不会吧 你们的地球距离木星 那么近吗 那个人说是这样的 木星本身是一颗准恒星 就算你在这个恒星系中 比较远的地方 也绝不会忽略掉 它的存在吧 戴维说什么 木星什么时候 成了准恒星了 它只是一颗气态巨星 虽说它的质量的确足够大 几乎快要成为恒星 但毕竟还差得远 准恒星就是赫矮星 它是介于这个气态巨星 和恒星之间那种天体 温度通常在3000卡尔文度左右 确实啊 如果它们的地球 需要寻找一个赫矮星附近的视距带 那的确需要靠近它一些才行 不过它们倒不是环绕赫矮星运行 哪怕是一个最小的赫矮星 也至少是木星的13倍质量 所以我们的木星还远远达不到 而那个穿古典外套的人 它们的恒星系统中 难道是个双星系统吗 是的 还真是 这哥们马上就说 我们的地球 80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 就是由木星引起的 我们的木星在8000万年前 引力引发了那颗气态巨星 内部的核反应 以至于它成为了一颗赫矮星 导致于地球 虽然距离很远 上面的生物也惨遭涂炭 所以后来它们就是在地球上 也能够十分清晰的看到 一颗非常硕大的天体 这个比我们夜空之中的 满月的亮度还高的多的多 视觉上也大很多的 是一颗准横星 在夜间能够升起 每到那种时候 它们地球的夜晚 它是一片银色的如同黎明的光辉 这个绚丽无比 而且也能欣赏到贺矮星和太阳同时降落的黄昏 那种双星落日 可以说是非常富有诗意的 听他说了这么多 代为都要崩溃了 心想到底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还是他们都疯了呀 然后就跟登记员说 您不是一直问我的职业吗 我是个少校飞行员 登记员还没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住在粉色星球的那个姑娘 倒是先惊讶的大叫了一声说 哇 你是美国人 那你一定是一个决斗士 我叫哇哇尼 我是印度人 我们两国一直都很友好 所以我总是关心你们那边发生的新闻 最近你们的布什总统和他的父亲老布什 似乎在极力的阻止取消决斗士和决斗场的法案 我参加了最近一次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决斗会 我远远的看到了两个决斗士打坐一团啊 刀都掉了 但是很遗憾 没有看到谁流血 啊 决斗士啊 戴维就问呢 你的地球上我们美国人都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 你们的奥运会就是看那种全世界级别的血腥表演 瓦瓦尼就说 呸 古罗马那是一个软绵绵的男人失去了血性的时代 怎么能跟我们的时代相比呢 古罗马最重的刑罚不过就是让犯人看杀鸡 一件血犯人马上昏倒 所以你看上去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男人 你一定是个决斗士 好吧 戴维是一脸纳闷心想 原来他生活在遥远的古代啊 那这几个人都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地球吗 但又不是同样的历史 这个时候登记员看着一脸懵的戴维就说 很好 我明白了 你是一个飞行员 我们十个人相互好好配合工作就能早点结束了 戴维说不是你等一下 你我加上他们仨这一共是五个人啊 怎么又成十个人了 登记员说没错啊 你们四个加上我那不就是十个吗 四之后是十 好吧 一边看着他在白手指数 旁边那个穿古典外套的人还插了一句 答答加一才是十 戴维说好好好 我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他说四加一是十 你说答答加一是十 那我来问你 所有的手指加所有的脚指一共是几 古典外套说那就是十 而去掉一个指头就是答答 这戴维让他说的一愣啊 说啊 就在那说好好好 我算你厉害 二十个你说是十 那二十减一 你说是答答 那这么来说 那答答后面是九呗 九后面是咕噜 咕噜后面是八 八后面是八嘎 八嘎后面是七 是吗 戴维说 那你们这不就是二十进制吗 而你 他指了指 那个登记员说 你是五进制 他一边说着 旁边那个印度女孩 哇哇尼还一直摸她的手 说你就是决斗士 古典外套的人说 多么愚蠢的技术方式啊 你们明明有两只手和两只脚 却只用四分之一 还登记员说 恰恰相反 只用一只手 就能算明白的事情 何必再加上 另外一只手和两个蹄子呢 不是你说 这个也挺损 你说人脚是蹄子 那不成牲口了吗 戴维就说 你们先不忙吵架 你们都有计算机吧 他们就都点头说有 戴维说 好 那不错 咱们好歹算是找出来了一个共同点 棕色大一那哥们就说 计算机的发明是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毕竟大自然中 很容易找到两种不同状态的东西啊 比如说豆子掉进竹片的洞里 和煤掉进去 是吧 这两种 那他们是用竹片的洞 是不是有豆子掉进去代表计算机 逻辑运算里面的零和一 或者宇飞门之类的这种逻辑门运算 宋色大一这哥们就说 看来您真没上过学啊 文盲嘛 周五灵王发明的计算机 你们不知道 不是 周五灵王这是啥钱的事 这怎么一下干到公元前去了呢 不过他们先秦时期就发明计算机 那也够厉害的 果然三体宇宙是在他们现实之中存在的 只不过不是人列计算机 可是周五灵王是谁啊 这听的戴维一愣 那是啊 这别说他不知道 你给咱们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历史之中只有周灵王和赵五灵王 没有周五灵王这个人 这个周灵王 他是周朝时期 大概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多年的 那么一个名叫机械心的人 一辈子倡导和平 东周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 薄弱不说 这个周灵王 他最宠的想要立成太子的 他儿子这个激进 还是因为特别擅长吹声才立的太子 声就是一种竹制乐器 据说这小伙子吹起来 那是凤五九天 就令人陶醉 有音乐细胞 就你了 你当太子吧 结果这儿子死得还早 赵五灵王他就不是一般人了 赵五灵王当年 虽然国家处于强国环四的位置 那也依然是杀伐果断 常年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 但是他也不怕 于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包头 和呼和浩特地区 训练了很多身穿胡服会骑射的骑兵 对抗胡人 所以胡服骑射的这个典故 说的就是赵五灵王 那现在的包头石拐等地区 还能找到这个赵五灵王的 这个赵常成遗址呢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胡马渡阴山 赵常成也是在阴山脚下 梁启超曾经说过 赵五灵王乃皇帝之后 中国第一雄主 可见他有多厉害吧 是能跟先秦时期的秦国并列的 所以戴维更不知道了 这哥们说的这个发明豆子竹片计算机 那个周五灵王 他是何须人意 他当然一脸懵就问 您说的是某个东方古国的巫师吗 那宗色大一这哥们就说 没文化你就别瞎说 好那是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 戴维就说 那也就是算盘呗 宗色大一说 不是算盘跟计算机 我还是分得清的 那哪能是算盘呢 早年的周潮计算机 占地面积有足球场那么大 全是用这个竹片和松木片做的 黄豆是运算介质 整体结构需要一百多头牛 才能运行起来啊 哦那这么说的话 起码也需要几百匹马力吧 不过既然他们用牛 那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马力 那可能是牛力 一会儿杨力 还是别说了 待会儿该整出杨力大仙了 就过一会儿没准 还得聊到孙猴子下油锅啥的 那可更乱套了呀 宗色大一就说 但那个年代的CPU 你也别小看 做的还是极其精致的 那是一座小阁楼那么大 按照当时的工艺 CPU中的寄存器 也就是累加器 需要好好的打磨组装 才能完成 这个竹片打磨的工艺 在当时能够实现 也可以说是惊为天人了 这编程就是等于竹片上打孔 过去是用青铜器钻头打的孔 现在还放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展出呢 这个打孔钻头 我们管它叫做瓷头 后来瓷盘的瓷头 就是来源于它的灵感的延续 周五灵王开发的这个易经3.2 有上百万行代码 那些打好了孔的竹片 如果排列下来的话 有上千公里长啊 他一边说着旁边那个叫 瓦瓦尼的女孩 还依偎在戴维的肩膀上 以崇拜的目光 看着他世界中 决斗士形象的戴维 戴维听完这些 看了看远处 那个带有行星环的黄色地球 沉思片刻之后就说 好吧 我现在大概能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也知道一些量子力学 量子系统常有多重状态并存的现象 难道现实中 也可以有多种状态叠加吗 那所以你们才会走错了纤维 从色大一就说 也许是 宇宙分裂成了多个 每个不同的量子系统 每做出一种选择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宇宙 平行宇宙数量就这样不断增加 这是量子多态叠加 放大到宏观宇宙的结果 登基员也说 没错 他说的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这里把来自不同宇宙的人 叫做来自不同纤维 整个宇宙是一个纤维丛 你们的世界有的距离近 有的距离远 距离近的相似度就高一些 戴维说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彼此都能听懂对方的语言 也是啊 如果历史从更早之前就开始变得不同 那地球生物的形态变化想必也会相差很大 或许都不会诞生用声音交流的语言呢 戴维说 那纤维是从什么时候相互可以互通的呢 是你们打通的吗 登基员说 不 这是超光速航行的附加产物 每次超光速航行都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柱动 而柱动会随着不同宇宙 达到进入超光速航行的历史阶段之后 开始增多 越多文明能研发出这种科技柱动 就会越来越多 戴维说 那我们怎么办啊 登基员说 总之你们不能留在我们的纤维 登基之后了呢 你们就会回到自己的纤维 瓦瓦尼说 我想让决斗士跟我一起去我们的纤维 对他始终搂着戴维呢 很爱这个男人 登基员说 如果他愿意的话 当然可以 只要不留在我们这里就行 瓦瓦尼就问戴维 你的地球是什么颜色呀 戴维说 蓝色的天空和白色的云 他说 哎呀 这太难看了 所以我们一起去粉色的地球吧 戴维说 算了 我还是喜欢蓝色的地球 我要回到自己的纤维 你觉得蓝天白云难看 可是我觉得好看 搞得这个女孩很失望 只好作罢 现在登基完成了 大家要各回各家了 在这之前 大家都可以拿一个小纪念品回去 这地方还挺好的 还有半手礼呢 挺划算呀 就不再给点吃的什么 发两斤鸡蛋啥的嘛 这个是个什么纪念品呢 是一个名叫纤维镜的东西 是个半透明的玻璃球体 这些东西呢 大家来这里之后都可以随便带走 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和任何一个人的纤维镜的信号互通一下 以后都能看到对方的相关信息 走到哪里都不影响 等于是一个远程实时画面 借助他能看到不同平行宇宙的对方 但是登基员说 你不只能看到一个纤维 戴维还不太明白 但是没关系 总之走之前 他跟娃娃尼的这个纤维镜呢 信号互通了一下 之后他就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他按照提示 回到了F-18大黄蜂战斗机座舱里面 这个纤维镜放在了身后 几分钟之后 他就真的回到了大西洋的上空 终于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球啊 蓝天碧海 最后他在罗斯福号航母上降落的时候 他还问这个塔台的人员说 我离开了多久啊 我的返航时间延误了吧 结果塔台人员说 你没有延误 无线电联络并没有中断过 你准点到达了呀 这无线电都没中断过 好吧 他回头就看了看座舱后面的那个纤维镜 那才确认刚才经历的不是幻觉 戴维就偷偷的把纤维镜带回了自己的宿舍 这个球里面可以显示出那边粉色天空的图像 那边天空中是有蓝色的云 的确也蛮漂亮的 瓦瓦尼正在一座水晶山的山脚下散步 戴维就转动了球体 发现另外的半球 显示出另外一幅稍有不同的画面 其中瓦瓦尼搂着一个身穿美军飞行甲克的男人的胳膊 这个男人正是戴维自己 看了之后吃惊不小 心想我怎么会在这个画面里面出现呢 然后恍然大悟 原来就在登基员纤维那边分手的时候 当时自己确实稍作了犹豫 那么显然有一个平行宇宙的自己 做出的决定是跟瓦瓦尼去到他的世界 等于是宇宙分裂成了两个 从这之后啊 这个纤维镜算是伴随了戴维一生 那他没事就会拿出来看一看 见证了瓦瓦尼和平行宇宙的自己一生恩爱 隐居在水晶山的脚下生了一大群的粉色的小孩 并且白头到老 时光很快 一下过去了三十年 是戴维走错纤维的三十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戴维看到瓦瓦尼搂着一个同样老去的自己 走在他们那边的沙滩之上 果然三个月亮 把两个人照出了六个影子 这时候纤维镜那边的瓦瓦尼 还冲镜子这边的戴维招手 他似乎在说你就是决斗士 那么好 纤维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点赞关注 转发一键三连 这样我就能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